2016年7月27号,百个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来自中国报的评论,题为一号官员的新衣。 近日,美国司法部所提及的一号官员让人关注, 而中国报有话直说专栏作者,直进成就将此事比喻成大家所熟悉的故事,也就是国王的新衣。 作者说,这故事情节很荒谬,但万万没想到这样不合逻辑之剧情,竟然会活生生地在大马上演。 如果你想要猜谜,只要着重三个提示。 一,一号官员在大马担任权威的职位。 二,跟李扎是亲属关系。 三,一号大马官员的户头在2013年的3月,总共接获了6亿8100万美元的款项。 朋友们,这样很好猜对吧?但偏偏在大马,答案就是不能够出街。 我国人民被谎言和伪善给包围着,当选者却依然不倒台。 这究竟是为什么?原因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还有许多人连一马公司的课题是啥都不懂。 或许这就是一号官员的新衣最荒谬的地方了。 第二则的评论是来自光明日报,题为是谁骗了武林盟主。 朝廷阵线在西鸟论见会和双雷台补选战胜以后,似乎有意乘胜追击,提前举行武林大会。 但如今花旗国司法部却抛出一个江湖的震探弹,打乱了当今武林盟主阿基哥的如意算盘。 光明日报华山论见专栏作者南地黄罗王就说, 上一回花旗阳报爆料,盟主用捐款式说成功脱身。 如今花旗国司法部接受,盟主只公开说了几句客套话, 究竟他要如何解除危机呢? 看来这一次他只能变说,遇人不熟,被人骗了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